邊境防守到底可以撐多久 我認為遲早還是會突破 所以在突破之前 有些基本功還是要做 比如說疫苗第三劑儘量打滿 台北熊好券第二波抽獎 市長柯文哲有感而發 呼籲符合資格者 趕快去打第三劑 就是因為防疫旅館不斷爆發 疑似群聚感染 什麼六家 拜託 只有三家而已 六家 台北市的防疫旅館是全國最多的 我們有一萬兩千多間房間 130幾家的防疫旅館 所以它確診者在台北市的防疫旅館 出現的機率其實很高 那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發生 同樣的時間 我們就會把它先撈出來 因為爆出高達六間防疫旅館群聚 但北市澄清目前確定群聚的 只有中正區A旅館 有三類Omicron的中正區B旅館 以及2號公布的 按17181所在的中山區旅館 都還只列疑似 至於外傳的北投區某旅館 確診者相對分散 目前都還在意調 已經公布的這三例是比較 中央到現在是我們認為說 比較像疑似的群聚感染 其他有可能是在同一家旅館 但是是完全不同時間進入的話 我們不會說它是疑似 所以就我們現在的部分就大概是三家 只是防禦旅館拼出狀況 還有民眾好不容易簡易其滿 卻因為同樓層有人確診 要重新再隔離14天引發明月 我們剛剛算過大概是七到八位 對目前為止 那的確是有其他的 因為他們同一個回來之後 家人一起然後第14天確診之後 他又要再被隔離14天 這個也是有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做一次完整的統計 在防疫旅館工作裡面 打滿兩劑是基本 打滿兩劑 滿五個月一定要打第三劑 這個他們自己要造冊 我們會去追 我們算算夠 到1月底大概可以打到50% 我們要開始把這個大樓的通風 再檢查一遍 如果不太符合標準的 我就說不要當防疫旅館 就給他退出來 春節返鄉朝永縣 柯文哲不止一次警告 防疫旅館比醫院還危險 就盼在疫情擴大前 能夠亡羊補牢 守住防疫第一線